这一题我先解释这个题目中的这个假显性代表的意思 它是指有个个体如果它的精英型是大A小A 它不是应该要表现出大A的性状吗 但它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大A那个精哦 不表现了只剩小A 所以这时候它是不是只能表现出小A的性状 那我就会说你本来应该是表现大A的个体 最后却只表现隐性的性状 我又称这个性状叫做假显性 本来是大A小A 但那个大A不知道怎么会是没有表现 你本来从显性的性状却变成只表现隐性 这个现象就叫假显性 那什么情况会发生这样子的现象呢 请看这个比喻 假设我们有两条染色体 一个染色体带大A 一个染色体带小A 很好 结果带大A的那个染色体哦 哎呀 中间有一段不见了 大A整个消失掉 那个精不见了 而它的对面的同源染色体的小A 就表现了 这就是假显性的例子 我个人也很纳闷 我很不喜欢假显性这样的名词 因为它会造成误解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描述根本不是假显性 就这样你说应该是假隐性啊 看起来像隐性 但是假之上应该是显性 对不对 所以当时 这个录下句好不好 我当时在看到这张考验人的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还推了这个这个名词 去查危机 这是我的危机 可是它就是这么写 不要说危机 连教育部的某些网站 在介绍一些生活新 科学新资 也说假显性就是大A小A 但大A不表现 称为假显性 英文叫什么 修多 懂命什么什么鬼的 哇塞 怎么会呢 所以我很不喜欢那个名词 跟你想的一样 我觉得名词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查到只要真的这样定义 头痛 好吧 所以会 由我刚刚的定义来讲 缺失会造成这样的现象